大半夜远警來到銀行門口 一一攔下剛從提款機走出來的民眾 只見大家全一臉茫然 怎麼回事 你剛剛有在這邊領錢嗎 沒有 存款 存款喔 那稍等一下 因為有人包我們要來了解一下 原來是有人發現一名男子 在這家銀行提款之前鬼鬼祟祟 疑似就是詐騙集團車手 馬上報警處理 你先坐著就好了 你先坐在靠牆坐著 警方當場逮到這名 穿著格紋上衣的男子 還從他身上取出銀鏈卡 以及現金三萬五 最正確招 我們調監視器喔 你現在不要 喔 你這樣就對了 我再過來 這怎麼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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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朋友咧 我好想你 你最好想你解 我們調監視器 你最好老實講喔 這名十九歲男子 聲稱自己獨自一人 花三千三百元 從台南坐車 北上台中 再由其他成員接應過來 ATM提領 但他說什麼 就是不肯供出夥伴身分 你都沒在看新聞嗎 那銀鏈卡給你 銀鏈卡現在都是騙大陸的 然後跟我說密碼 然後要走 不過悄悄男子 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光是上億就要八千元 褲子也是日本知名品牌 同樣要價約八千元 鞋子則是美國潮牌 三千元跑不掉 他還得意的向遠景炫耀 這一身行頭夾一夾要 一萬九 該名嫌犯 他是透過網路遊戲 與大詐騙集團搭上線的 嚴格欣欣當車手 提領到一半就被打 而且身上只剩幾百元 連回家的錢都不夠 穿一身名牌犯案 最後卻繞得狼狽落網 實在落差很大 這也陳廣瑞 王世函 台中報導 中天電視 全身製作強黨大戲 美好年代